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诗篇第100篇 我想这篇诗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特别在教会的庆典 几乎都会用这篇的诗篇作为宣招 又或者作为起印经文来去宣读 很明显,这篇的诗篇是一首庆贺的诗篇 呼吁普天下要向上帝来欢呼,来敬拜 我想我今天就用两个角度 帮助大家一同来去思想这一篇的诗篇 一同来去灵修默想这一段的经文 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 在第二节谈到说 我们要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欢唱来到他的面前 在一些的圣经版本 特别是英文的圣经版本 会把这个侍奉耶和华翻译成敬拜耶和华 那其实这是这个西伯来文原文的字眼 所表达的双重的意义 敬拜或者侍奉 那其实都能够来去交替使用 这让我想起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也很熟悉的经文 那段经文这样子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你们如此事奉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是理所当然 是上帝所喜悦 你们如此事奉 在英文的翻译通常就翻译成 这是你一个理性 理所当然可以翻译成合乎理性 那是合乎合理的服事 敬拜跟侍奉 那是分不开来的 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真的要去认识 这一种这样子的侍奉观 其实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敬拜神 我们不是来为神工作 做工 我们不是来要做一些的事情 好满足我们的宗教义务 有些人认为说 教会有很多的工作 要没有人做 好了我就去做一做 我就去参与一下 那弟兄姐妹 不是单单这样 不是单单去做 当义工 义工是在外头 在这一些非盈利机构 一些的慈善机构 里面我们去义务的帮忙 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不是纯粹当义工 严格来讲 侍奉就是对上帝的敬拜 我们应该带着敬拜的心来侍奉 不久以后 我们跟同三医院的义诊 就要重新启动 我们也停了两年 那么在这个义诊启动的时候 我们需要许多弟兄姐妹 来做义工 来帮助维持持续 来帮助登记 来照顾一些的病人 扶持一些的病人等等 弟兄姐妹 这一些的侍奉都是敬拜 我们有许多的服饰 有欧兰阿斯利的侍奉 我们有这一个Good News Club的侍奉 我们有学生事工的服饰 这些的侍奉都是敬拜 我们不是来到礼拜天 来到上帝的面前 唱诗歌 那个叫敬拜 不单单是这样 我们的服饰 我们每一天为上帝而活 我们每一天在神托福我们的岗位上 来去侍奉祂 包括开会 有些时候做牧师 有常常有许多的会议 需要去带领 去主持 或者去参与 在会议当中 我们讨论各种的计划 讨论一些人的需要 这一些也是敬拜 当我们是为着上帝的荣耀 为着上帝的事工来去参与的时候 这就是敬拜 我们不能够纯粹只说 我只要来礼拜堂敬拜 唱诗歌 做礼拜就好 不 我们每一天都在敬拜神 我们要在侍奉祂 在侍奉的里头 以敬拜的心来去投入 来去参与 每一位的职事 我们都在敬拜神 每一位的小组 我们都在敬拜神 对兄姐妹 在敬拜的神学 侍奉跟敬拜的神学里头 我们一定要去弄清楚这一点 经文说什么 我们要尊主为大 普天下当来向祂欢呼 热意侍奉祂 来去把歌唱赞美 敬拜带到祂的面前 我们在侍奉祂的时候 我们在敬拜祂的时候 我们尊主为大 也因为上帝为大 我们热意献上 祂给我们的财感 原来我们一切所有的 都从神而来 我们只是把祂给我们的 再次的带回到祂的面前 摆在祂的面前 求上帝来使用 然后加上祂自己的祝福 把这一个的财感 就能够加倍的 来去影响 来去帮助 来去赐福 祝福许许多多 其他有需要的人 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都是如此 来到上帝面前敬拜 不单单满足于歌唱的敬拜 做礼拜 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 用我们的财感 用我们在 祂给我们的恩赐 跟福祉的范围当中 我们来侍奉祂 我们来敬拜祂 第二 这一个的诗篇在第三节那边 就说我们要当认识 耶和华是上帝 然后我们是祂的 也是属祂的 我们是祂的名 我们是祂草藏的羊 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 是抓住我 哪一方面呢 他说要认识耶和华是上帝 要认识上帝为上帝 我们是祂的子民 在这一个 有些神学家讲说 Let God be God 让上帝为上帝 我们不要自己做了上帝 我们不要把上帝 downgrade 让祂来服侍我们 不 上帝为上帝 上帝说话 我们就聆听 我们就认清楚 我们的那一个的位分 祂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属于祂的 因此我们敬拜祂 我们侍奉祂 我们在祂里面欢欣快乐 那这是理所当然的 让上帝为上帝 来指引我们 引导我们 也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如果你是像我这样 在早上起来 我们就领修 那么帕华这段的经文 也能够记礼我们 让神为神 让今天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能够尊容祂 好像祂的子民 尊容祂 好像羊群 跟在牧羊人的背后 因为神师父我们 也引导我们 这一天的生活 跟服侍 我们同行祷告 提供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识 祂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祢的子民 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 来敬拜 用我们的生命 来服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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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